各位好,又回來了 今天又說什麼呢? 這個星期最熱門、最出名的 莫過於鄧飛 香港立法會教育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鄧飛 這個星期又說了兩件事 我覺得都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個是關於男學生可不可以留長頭髮 這是自古以來的一個難題 由香港教育制度來講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會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的討論呢? 因為一個中五學生 林澤俊挑戰學校禁止學生留長頭髮的校規 向評機會投訴 事件正在調解階段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在電台節目表示 校規制定和質疑都是從整潔樸素的角度考慮 不是性別定義 如果男學生想留長頭髮呢? 頭髮護理要比女生更整潔 他說因為男生大汗 不是性別定義 對嗎? 還有就說 跟女生身身存在差異 自然有差別對待 他就不覺得自己是性別定型 還說這個不需要探討 因為犯法 校規是這樣規定的 這就是鄧飛的解釋 我不知道大家受不受落 他說因為男生大汗 所以又不應該留長頭髮 這個就是 不要說生物學 是人都懂 人自然會流汗 會分男女的嗎? 女生都會流汗 女生要不要上PE課 女生是不是不可以加入校隊 是不是不可以做運動 如果是這樣 要不要頭巾蒙面呢? 是不是? 這種思想好像回去 都不只是封建社會 根本 根本她那種是 一個極之落後的 一個思想的模式 現在有很多女生 運動都很厲害 你認不認識誰 牛下女車神 知不知道誰 是幫我們在香港 代表香港 在奧運 拿這個 女子泳賽的獎牌 何思培 香港女飛魚 懂不懂? 他們運動的時候不會出汗嗎? 但他們也有留長頭髮 證明 其實大汗 並不是說打理不到頭髮的原因 對嗎? 也有很多男生 不喜歡運動 不喜歡出汗 從來不出汗 為什麼不可以留長頭髮呢? 所以這個 鄧飛的解說 有問題 雖然 你說這個 男生能不能留長頭髮呢? 我知道 現實上 我們社會上 都有很多爭議 這是值得討論的 例如 關於打理 怕學生 追求型 潮 大家想有不同 特別的頭髮 所以有些是留長 有些是留短 但是 到了今時今日 我覺得 這種考慮 不太重要 因為 現在的學生 要表達自我 或者 他們想有不同的價值 不同的外觀 都不一定要局限在頭髮 當然 學校 不會容許 一下子 你又可以染頭髮 等等 但是 你說 長度 如果他想留長 那就跟女生一樣 扎起他 不會說 打理不到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 頭髮 就不是什麼問題 甚至 我覺得 其實 學校 是不是一定要穿校服 我也覺得 這個是值得考慮 是不是 因為 你學生 你要比拼 你不只是頭髮 校服 可以拿手機 或者 有各樣的比拼 你都很難去阻止 我讀中學的時候 那些女學生 有些是拿LV的 LV手袋 做書包 你有沒有見過 我以前 就見得多了 唉 輕則 重則 就是 路易威登 LV 即是 你要比拼 你是完全 杜絕不到 可能 拿著LV手袋 女老師 都未必買得起 你 即是 這些 講頭髮 即是我覺得 小毛見大毛 可以見到 鄧飛是多麼落後 但是 你說 從整潔 要從 整理 那 你學校的校規 就教他們 怎樣整理 怎樣 紮好頭髮 記得洗頭 你的頭那麼油 是不是 這些都是一些 可以處理到的方法 是不是 但是 問題就是 鄧飛的解說 就非常之 有問題 是不是 他說自己 不是性別定型 但我剛才說 每一部分 都是性別定型 再加上 就是 大家有看過 回魂夜 回魂夜 裡面 就有一句 七孔流血 還七孔流血 死還死 這個是兩件事 對嗎 鄧飛說 這個是犯法 校規就是這樣規定 校規就還校規 犯法就還犯法 校規又不是刑事法律 亦都不是民事法律 你犯了校規 你是不會 需要坐牢的 或者被警察抓的 對不對 你最多被人罰抄 或者罰企 罰留堂 校規就是這樣規定 是不是 喂 現在不是 法律賦予學校 自己執行另外一套法律 有懲處守則的 喂 鄧飛作為一個立法者 他是立法會議員 說話可以這麼沒有邏輯 這麼沒有常識的嗎 喂 犯法 校規就是這樣規定 喂 法律和校規就是兩件事 這些就是常識 我不知道呢 鄧飛 喂 他以前 原來 他現在就做這個 教育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他以前是做校長的 喂 張君浩 鄉島中學的校長 啊 教聯會副主席啊 喂 他從事教育這麼久 喂 我真是想知道 他中大 這個教育碩士課程呢 兼任講師 喂 喂 這些文憑 這些專業資格 是怎麼得回來的啊 啊 那再者 講完頭髮啦 那他又再有講另外一件事啊 啊 他在這個 星期六問責啊 香港電台的節目裡面呢 就有講過啊 他就說啦 因為現在 大家知道啦 學生短缺啊 是不是 校園告急 就因為呢 話說啊 這個疫情啊 再加一個國安法啊 令到很多的 學生 以及家長 都要移民 那講的呢 這一兩年來呢 累積其實已經有 五萬個 學生是離開 香港 去移民的 當啊 我退一萬步啊 梁振英的說法 是移居 不是移民 喂 移居啊 那你學校都沒有 少了那些 那些 學生啊 是不是 你有供應者 但沒有消費者 是不是 那你學校 將會面臨殺校的喔 或者要停辦 或者要合併啦 是不是 那有一說 就說 喂 那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 因為香港的家長都爭取了 香港要執行 即實行這個小班教育 都很久了 那大鄧飛就說 他說不好 不需要小班教學的 他說呢 只需要一個方法的 哇 有什麼方法這麼厲害 可以令到這個學生 短缺的問題 即時解決 那原來呢 這個鄧飛就說 就是呢 收取境外學生 收取境外學生呢 包括內地或者東南亞學生 來香港讀書 那這個真的牽涉重大 是不是 內地和東南亞學生 來香港讀書 接受香港的教育 教育 教育 那鄧飛當然想得簡單 是不是 喂 我這裡沒有 就問祖國領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那麼多不同種族 或者不同背景的學生 來香港接受教育 適不適合呢 如何執行 又是一個問題 先講 我不要講到東南亞這麼遠 我講這個大陸的學生 首先你來到香港 那 算不算這個 住滿七年 有一個永久居留權呢 是不是 喂 如果照這樣算 應該就不可以有居留權的 正如 那些奔奔 那些愛勞 那來香港都會寫了一個 合約 你在香港 服務幾一年都好 都是因為你行合約 你是不會有居留權的 那你過來讀書 我當你只是 在這個 學校的 這個市場上面的 一個消費者 我們服務你這個消費者 並不等於 你是永久居留 就是你拿著一個 旅遊證件來香港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逗留到七年 我都不可能當你是 這個 永久居民 是不是 那 這個 你還要來學校 那你要知道 那些是讀中學的 讀中學的學生 那過去我們香港 不同大學 都有大陸的學生 是不是 大陸的學生 來到 香港 他們可以住這個宿舍 加上他們已經是 這個 這個 過十八歲 因為讀大學 那你讀大學 那你有治理能力 那你一個人來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都會佔用到 香港的這個 這個 那些 住宅 他們都要租房 因為大學的宿舍 並不能夠提供 那麼多給他們 好似我們 我們最常見的 大圍就是 這個大陸學生的 一個重鎮 即是我在說 疫情之前 一個 的 單位裏面 私人住宅單位裏面 他擺滿了一個 架床的 有這些 租盤 就是 給大陸學生 方便他們 去中大 讀書 OK 那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 你中學生 你是未成年的 未成年 你一定要有 家長 去陪同 那 如果你要有 家長陪同 那就不是 你一個學生 要來香港讀書 你又變了 你要帶著你的父母 或者你 一個 可能是 爸爸 或者是媽媽 你起碼就要 多一個人下來 那 你就要想 你怎樣可以 令到 家長 陪學生下來 可以 拿到一個 長期簽證 然後就是 你用什麼單位 去安置他們 繼而的就是 讀 這個 入讀學校的時候 接受什麼 類型的教育 他是一個自己封閉的 因為他是 以消費者 鄧飛說 拿十萬元下來讀書 以消費者下來 他是否有 專屬的 直資學校 或者類似 這個 國際學校 這樣的 模式的 辦學團體 還是 融入在 我們香港的 公立學校的 校網裡面 這裡 就種種問題 怎樣去執行 是沒有答案的 只是搞這件事 你要牽涉到 教育局 牽涉到 房屋 牽涉到 內地政制事務局 就因為 你鄧飛一句說話 不用佬 不想怎樣執行 不只是說口號 喊口號 那你一下 就牽涉到 就要滾腳 三個部門 還要大陸的 那些 教育部門 你還要 帶些香港的 教師 或者教育局的 官員 想去大陸開辦公室 去面試 去怎樣去幫 那些大陸的學生 接受申請 是吧 就因為你一句說話 就是不用佬 不想怎樣執行 喊一句口號 就滾腳 那麼多人 我相信 蔡若蓮也很辛苦 對著這些 所謂立法會議員 所以蔡若蓮 是沒有出來說過話的 她也免得出聲 那又再要說 文化大家的差異之下 喂 你大陸那一套 和香港的文化那一套 又很不同的 語言就一個問題 香港要教廣東話 講廣東話 或者用英文授課 有普通話課 但又不是百分之一百時間用普通話 也有些學校 用普通話教中文 但這些是屬少數的 那是不是應該開專門學校給他們呢 如果開專門學校給他們 還需要專門下來香港讀書嗎 給十萬元 你又不是有身份證的 下來讀完要上去 大陸的學校又不認證 那讀來做什麼呢 對不對 然後 再者 鄧飛又要講到 東南亞學生 東南亞學生 其實一句東南亞好像很簡單 其實東南亞有很多個國家 有泰國 越南 緬甸 柬埔寨 魯窩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文萊 有很多地方 我們統稱叫東南亞 他們都牽涉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習俗 不同的文化 怎麼會每個人都可以融為一班呢 教師又怎麼教呢 再者 你有很多的東南亞人 其實有很大的成數都是穆斯林 他們可能定時要齋戒 要吃東西 要吃清真的食物 不可以吃豬油 香港 可不可以提供給他們呢 香港學校可不可以提供這些善食給他們呢 如果他們正在上課的時候 要去向密家聖城祈禱 那你怎麼去安排 鄧飛有沒有想過 鄧飛這一種就是天朝心態 一句東南亞就概括所有 他們又覺得萬邦來朝 所有人都要跟我們 這套制度和價值 喂 大哥 你現在什麼年代 你現在是封建社會嗎 是不是 那 又是沒有想到 如果你要去到這個 東南亞招收學生的話 那你又要搞到什麼呢 就是搞到要煩到中國的外交部 那所以 你想一下 鄧飛 現在這個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 立法會議員 全部 像習近平所說 是強調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愛國就可以了 是不是 要不需要有腦 要不需要有腦 要不需要有常識 就顯然不需要 就像以前 三國時代曹操 曹操 曹操一開始被人看死 因為他是橫觀之后 但是曹操就因為他這個背景 他可以崛起 他吸納人才的時候 是問他的財能 而不是問他的德行 不是問他的家世 那種舊有的儒家 他不是這樣問 他只是問看你有沒有財能 為財事用 所以曹操 就可以 在三國裏面 即是諸侯國具之下 可以協天子以令諸侯 這個是曹操優勝的地方 現在反過來 我們香港的立法會 我們香港的人才 以至培訓人才的方法 都是強調第一樣 TOP NUMBER ONE 就是要愛國 你這麼強調愛國 結果 那些有才能的人 就做不到 所以你看到整個立法會 就是堆積這些人 大家鬥喊口號 鬥紅 鬥愛國 不需要用腦 我覺得這些是好事 因為上行下行 上有好者下有甚言 我們的集一專都是這樣的思考模式 下面都是這樣的 當然要向上面看齊 對不對 你這裡不夠學生 你不會想 為什麼香港突然消失這麼多學生 你只會去想 哪裡搬些學生過來 這些是一個管治合格的水平嗎 然後呢 古有雲 河東方 則而河西 河西方 則而河西 河西方 這個管治方法 我們都知道 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是低能的做法 最低水平的管治者才會這樣做 但是呢 現在整個國家 乃至香港 從政的人 都是這樣想的 那你在大陸 移學生過來 那大陸都沒有人的 那哪裡移學生 又回到大陸呢 對吧 你覺得大陸部門 會不會給 每個月拿十萬元 我是不是 給你們一個走資的渠道 那鄧飛顯然就沒有想過 但是也算了 始終 有這些人的想位 這個國家的政權 自然要為自己的決責 而埋單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最後呼籲大家 like and share 和我們Patreon用戶 就這樣先 拜拜